《放网经序2》 成佛之境 本寂静赞然 其理玄妙而又常住不灭 佛法的深意通达于玄妙之境 无量佛教修持法门 都以发起对佛法的深切信心为基础 因此 天主法师 纠摩罗时 时常辞诵 放网经 菩萨新地品 以其作为修行所依的根本 大本《放网经》 原有120卷 61品 纠摩罗时法师从小就学习大乘佛法 在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加以罗国 他曾因博导诸多异学外道 而生民远波 红使三年 佛法之淳风流布东土中原 后勤国主姚兴 道德工业符合以前的百代圣王 倾心于佛法的仓物与传播 于是 在藏安草堂寺中聚集了当时 中国著名义学僧人三千多名 与纠摩罗时法师一起共同研讨翻译佛教经论 既得大小城经论 五十余部 其中《放网经》为其最后一出 一四次经议出 道荣 道颖等三百多人 即使依法竖持了菩萨界 《放网经》的议出不仅利益于当时 更有功于后代万世 因此 道荣与其他学士一起从大本《放网经》中 摘抄出新地法门品 二卷 因为当时有三百多人要同时持诵本品 所以共操录了新地法门品八十一部 也是为了后世流通持诵 转向教授 殷勤嘱咐后世喜好修持佛法者 愿万世诵持此经不错 共赴龙华法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